嗨,大家好,我是Randy Chow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今次我想很久跟大家分享 發覺現在要關門押 兩個禮拜,餐館等很嚴重 其實是的,在醫院都是非常嚴重 醫院本身已經有一套完整的機制 去分離任何有懷疑的個案 以及如何處理接觸COVID-19的肺炎個案 所有有疑似的個案 在其他地方都會分隔 其實市面上,很久的感覺說 你想買個口罩多難 你買到的,不知道是否符合規格 如果買不符合規格的 我奉勸大家可以不用買了 省下一點錢,因為口罩都不便宜 市面有些人買六七十塊一盒 但六七十塊一盒,那是否符合規格 會否是黑心口罩,會否是其他產品 一般来说这些口罩,以前我们买6-7元一盒 一包10个左右,即是6-1个 之前我曾经试过在相熟的药房买了一盒Level 2 都是50个,就20元一盒 他买给我20元一盒,就50元,即是5元一盒 这是一个合理的,是价钱 但是我相信外面都很难找得到 之所以他们说奉劝大家不要戴口罩,就不要戴口罩 因为你买都不对,戴,没意思,浪费钱 如果你相信他,你拿的东西是谁呢? 第二,现在我发现很多人戴错口罩 口罩要分,不要分level 当你合格的,你买回来的口罩 这个就是level 1 前面黄色,后面白色 但很多口罩是两边一样的,白色 全白的,全黄的都有 我怎样分这个口罩 怎样分用呢? 因为口罩最外面的一层,是类似的 那些是防水的,一般level 1的口罩 防水系数是80,M&P 另外就是,如果level 2 或者level 3那些可以去到160 这是保障效果 一般来说,这些口罩是保障的 如果有颜色的话,颜色的颜色的话 颜色的颜色的话,颜色面向外 最内面的一层是吸水的 即是噴出口罩的口罩 甚至鼻水之外,就黏在这里 就吸水了 封在防菌的位置 这是一个正确的口罩 如果两边都是白色 或者两边是同一样的颜色 怎样分呢? 第一件事,你先把口罩貼上去 然后找封琴位向下 封琴位向下的地方 那边是向外面 看不到你,看不到你 不一定是这样 骨罩那些很难分别到 封琴位向下的地方 但基本上位置和封琴位 一定是 standard 这样做法 这就是基本上做口罩的 成见商中的标准 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一件事,我都被两位 来吧 线着耳朵 线着耳朵 拉下来 这位置要贴上去 但是人们说 大眼镜的口罩有这么厚 如果贴得好,不会贴得好 因为这位置有点疏气 但是这个位置也很贴 拉到下面下面 这位置也很贴 这些成人口罩 就已经很足够了 戴口罩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都打错了方向 这一面风琴向上 现在将你的保障破坏了 脱口罩就是这样 脱了 如何处理口罩呢 其实应该是反转 将那些髒的东西包在一堆 然后才扔 扔一些垃圾桶 当然要处理好了 然后要洗手 还有千万不要用 有时间推下鼻梁 要绝对清潔上手 因为外面的位置是贴满菌的 如果戴完之后 这样处理 便容易戴在脸上 或者戴眼上 或者在口腔上 不容易重招 这是基本水脂道 戴口罩的方法 戴错口罩 你不如不要戴 因为你更加不小心 所以政府会一直呼吁大家 没有必要 不要出街 多些留在家 少些群体接触 等疫情过去之后 希望未来这两个月 能够过到疫情之后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相信他们在做很多工作 是尽快去解决疫苗的问题 但疫苗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 可能要 据估计 据估计 要六个月左右 最快要六个月左右 六至十八个月 这就是未知之数 希望可以解决到 能够一段期内 如果不是 社会怎么办 你想想想 一一停两个星期 都会贵心做 最重要是 尽量避免和其他人接触 如果你有外游 或者有其他 伤风感冒症状 尽量避免和其他人接触 尽量避免和其他人接触 当然 这不是尽大事 不是说 一定可以做一套 尽量去做 尽量去做 留意 有没有打刺 用手咬 包住自己 噴射出来的距离不太远 主要是病毒 经过非没传播出去的距离 是靠非没传播出去的距离 物件上的距离也少了 也少了 其他身边其他地方 也少了囤博病毒的机会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我想更新一下 口罩问题 在街上看到很多人 开始戴口罩了 我也分享过 其实不是不想戴口罩 是你卖不到口罩 你没必要 你不敢戴口罩 因为口罩不可以戴一整天 只戴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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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买菜 戴口罩 不可厚费 但是 保障自己 戴对口罩 这个很重要 多谢大家 如果觉得有用 记得分享给朋友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都不是戴错口罩 前后不分 影响最大 因为口罩分的 第一面 外面 防水 保障飞沫 吹了下来 口罩在上面 不会进入呼吸系统 这是很重要的 你吸水 吸水 吸水 防水 吸水 吸水 口罩也是 你自己想想 口罩是怎样 戴不適合口罩 或者买不到口罩 不如不要戴 不要戴口罩 那怎么办 保持距离 保持清潔 清潔 清潔雙手 洗手 尽可能避免用手 直接摸面上任何器官 这就是保障自己的方法 你戴眼镜 就没有戴眼镜 有时候要戴眼镜 或者托下眼镜 或者托下眼镜 你都尽量去清潔雙手 希望大家知道的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 人仍然用错方法 摄紙巾 什么都好 其实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OK 不过 你认同那些有用 帮到人的 大家分享一下 OK 还有记得点赞 多谢